谁是鸟的祖先?人们第一反应是恐龙,但到底是哪种呢? 今天大魔王带你越遍远古洪荒,一览是前岁月 认识这个被误会了150年的鸟类鼻祖,十足鸟 相信啊,看完你,觉得会大吃一惊 十足鸟,署名Agiaprofres 经最新的系统发育学分析,十足鸟应属于早期孔爪龙类,而不属于鸟类 它不再被认为是最早期的鸟类 鸟类十足的光环,十足鸟整整待了150年 被摘下了,可谓是期间遭误解,一招桂冠被人谢 但真正看到它的画石标本时,被误会的原因也就理所当然了 十足鸟有两条细长的腿骨 21节尾椎组成的长尾巴,占比已然超过了自己身体的长度 头上有着爬行动物的同款牙齿 前肢是三只尖锐的直爪 看起来和孔爪龙的力气格外神似 看着光秃秃的,总觉得少点什么 毕竟是曾经的鸟类十足 没有点羽毛怎么行啊 羽毛应运而生,在两边排成两行 前肢成为翅膀 就这样,1.5亿年前的十足鸟出现在我们面前 体长1.2米的它,大小如现代的野鸡 但是却体重仅有一千克 那么身材娇小的它是如何在危机四伏的密林里横行的呢 1.5亿年前的地球森林密布,十足鸟就生活在这里 翅膀的羽毛赋予了这个小家伙树西滑翔的能力 与之共存的还有霸王龙的祖先冠龙 只不过那时候的冠龙只有三米长 距离它称霸地球还有几千万年 别看龙小已经出路锋芒 敏锐的嗅觉让它闻到了猎物的气息 开始了对十足鸟的捕猎行动 但是它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十足鸟灵巧的在林间自由穿梭 时不时的停留在树上休息一下 把冠龙耍得团团转 有时被捕食者甚至还挑衅般的飞到捕食者的面前 想不到吧也会飞 恼羞成怒的冠龙终于受不了几尺大辱 直到把十足鸟追到了空旷的地方 准备一口吞下 这时火山爆发前的毒气熏晕了冠龙 与十足鸟共同埋葬尘土之中 正是因为细腻的黏土和火山灰的两者结合 死亡的恐龙免于封解 现代的人类得到了骨架 由此追踪到飞行动物的历史 1868年 在面对十足鸟化石 赫旭黎宣称说这是过渡期的化石 介于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 让它既可以在林间滑行 也可以在树上筑巢直至今天 十足鸟重新被定义成恐龙 属于原始的孔爪龙类 变身为灵道龙的祖先 十足鸟的身份的改变 也将促使科学家们重新评价鸟类起源 及相关的飞行起源等研究结果 知识在不断的更新迭代 以前人们对恐龙的认知就是满身鳞片 冷血 笨重缓慢 全身冷色调 现在随着更多的羽毛恐龙出土 就连复原的纪录片都充满温情 不再是单一的杀戮和掠夺 因此 人们也知道了十足鸟退下神坛 霸王龙是全身毛茸茸的 偷蛋龙是名不复实的 当然了 即使十足鸟的身世之谜已经揭开 后人也不禁感叹 一年之前临终兽 归属分类 成鸟组 最终家族 中查清 小鸟一跃 画龙鼠 哦